崔警官因得到警察局署长的赏识 深植在即 正当他春风得意之时 同事们为他举办了一次聚餐 并送给了他一个领带夹 作为祝贺礼物 结束后 崔警官满面春风地坐上了计程车回家 然而司机却把他带到了荒郊野外 企图杀了他 两人展开了生死搏斗 最后喝醉酒的崔警官误杀了司机 正要报警时 突然接到了署长的电话 叮嘱他在生殖前不要犯下错误 不甘自毁虔诚的他 清理完现场指纹后就回家了 第二天 司机的尸体突然出现在 警局对面工地上空的掉壁上 一时间引起了全国的轰动 署长下令崔警官严查此案 尽早破案 崔警官对于这起案件也感到十分疑惑 在办案过程中 崔警官努力掩盖自己的罪证 偷偷盗走了那天坐计程车的监控录像 最后 警方也将目标转移到了搬运尸体的嫌疑人身上 崔警官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 当场击毙了嫌疑人 想把罪行都推给嫌疑人 以此脱离关系 署长随即召开发布会 声称死者就是罪犯 想就此结案 然而 经法医鉴定 死者支架里的DNA测试报告显示另有其人 被击毙的嫌疑人不一定是凶手 署长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 指使崔警官伪造DNA报告 以此来了结此案 正当崔警官喜出望外之时 与他关系很好的一个小警官 东仔 交给了他一个领带夹和一张录像 录像是崔警官坐计程车的监控录像 而领带夹 是东仔在计程车上找到的证据 东仔把这两样东西交给了他 希望他能正确地做好处理 正当崔警官犹豫不决之时 霍气明星金正归的出现给案情带来了转机 经过两人的对话后 崔警官这才得知 原来计程车司机和尸体搬运人 都是受到金正归的指使故意谋害他的 原来十几年前有一桩冤案 一个赌场中的12名赌客全部中毒而死 崔警官和署长为了破案立功 把患有精神障碍的一个傻子当成替罪羊 而金正归便是傻子的儿子 为了给父亲报仇 金正归先后杀死了多名参与案件的警员 而崔警官和署长是他的最后两个目标 他告诉崔警官已经录下了他杀害司机的视频 不久之后署长就被人在车上炸死了 而崔警官杀害司机的视频也被公布于众 崔警官拿着枪找到了金正归 这才得知他并不是当年傻子的儿子 小警员东仔才是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帮助东仔完成复仇 惊讶不已的崔警官突然接到了东仔的电话 东仔把崔警官约到某处公园里面见面 并讲述当年投毒案的凶手其实是自己 因为他亲眼目睹地下赌场的人殴打父亲的过程 于是在茶水里下了毒 他父亲明知道这一切 还是没有争辩的成为了替罪羊 而作为凶手的儿子 在那天雨夜 无论如何说自己才是凶手 却没有一个人相信 当年他亲眼看到附近被警方带走 今天他也要让崔警官的儿子 看着自己的父亲被警方带走 最终崔警官在儿子的注视下被带走 而完成复仇的东仔也选择了开枪自杀 罪恶的孩子是罪恶 罪恶的父亲也是罪恶 可惜 复仇是一个恶性的死循环 即使成功了 最后受伤的也不过是自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